钱包庞氏轻负记 4.官宣张小雷自首却引来投资者质疑 其实早在2015年底 钱包网所在的大本营南京 就已经对当地媒体要求封杀钱包网 经侦部门还曾经突袭过办公室 并在钱包网总部的大门外拉起了横幅 写着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警惕非法融资的陷阱 不履为奸的张小雷被迫把总部迁到上海 但之后也遭遇到了上海方面的压力 可对地方执法部门而言 都只是试图赶走钱包网 并没有采取强力的监管或者执法手段 TP球间自己玩不下去的张小雷自首了 南京市的公安局 他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条信息 大致上就是说 钱包网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张小雷 已经团自首 然后再进行这个案子的侦查 南京市公安局他发布了这则微博之后 马上就引起了就是 钱包网投资人的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如潮水般的辱骂 当时他的这一条微博下面 目前还保存了两万多条评论 甚至有人认为是南京市公安局的 这个微博被盗号了 所以他们不相信张小雷会投案自首 也不相信这件事情会被定义为非法集资 这一天呢 我们准备了三年了 我们面对法律 接受法律的制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